老爹玩瓶蓋 大家好我是老爹 歡迎收看老爹玩瓶蓋了 耶~~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支葡萄汽水 其實葡萄汽水它已經出滿久的了 應該已經出了將近有一個月了吧 只是因為老爹一直沒有機會買到它 那好不容易通過網購買到了 那麼這支葡萄汽水它的射法其實不太一樣 它是縱向發射的 它的瓶蓋是這個樣子直的發射出去 而不是橫的這樣發射出去喔 感覺蠻有趣的啦 那我們今天也會來測試一下 橫的跟縱向的 射起來是差在哪裡啦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煮葡萄了 好 完成 這支發射器的部分 它發射器其實蠻長的耶 我發現 它發射器其實比一般的還要再長一點 喔 這樣子啦 好 應該是這樣子 沒錯 好 那麼我接下來要 要 裝發條 其實兩個發條長得一樣 它也沒有跟我說是哪一個要裝哪裡 有了有了有了 只能憑感覺裝 發射不進去耶 奇怪 我一直很懷疑到底是不是有裝錯 喔 白癡 我知道了啦 煩了啦 它這個勾要往上啦 這樣就沒問題啦 喔 熟熟熟 原來是我裝反了 它這個 這一根要往上 好 完成 接下來是狗的頭 狗的面具 剩下的應該都蠻簡單的 狗的面具給它裝上去 好 裝上去 然後瓶蓋給它轉上去 剩下的原理其實就一模一樣 剩下的原理就一模一樣了 瓶蓋 鎖上去 沒問題 然後 裝備部分 裝備部分應該也算簡單啦 就它的原理其實都一樣啦 脫盔 輕鬆 脫盔輕鬆 再來是一些手拉腳的 手跟腳要裝得緊 其實有點困難 它完全卡進去其實有點困難 再一次 好 手跟腳它其實扣著而已啦 它手跟腳其實扣著而已 沒有很難欸 其實 前面 煮比較久而已 後面其實蠻簡單的 扣上去 然後 汽水的腳 扣上去 它的頭盔我發現沒有很緊 好 完成了 好 葡萄汽水 接下來是貼貼紙的部分 好了 各位 經過了大概15分鐘的時間吧 我們終於把貼紙貼完了 它其實貼起來之後很像舞龍舞獅欸 有沒有發現 很像一隻舞龍舞獅 呵呵 但它貼紙其實不是很好貼喔 不要看好像很簡單 其實 蠻難貼的 我剛才貼到破掉 氣死我了 好 那我們終於可以進入試射階段 OK 各位觀眾 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貼貼紙 可以進入試射階段 但是它的瓶蓋要怎麼裝啊 喔 喔 這樣子喔 欸 好酷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很酷喔 這也有一個很酷的設計師 大家可以發現 我這樣子看我瓶蓋要怎麼裝進去對不對 會覺得很奇怪 但原來瓶蓋是這樣子啊 進去之後 它會卡住 然後彈起來 就發射位置了 所以 它這一點明顯是 改進了前幾支 瓶蓋卡不進去的問題 因為有的瓶蓋卡不進去的話 它會射的就會 不是 威力就不是很大嘛 那它如果有自動卡榫的系統 就可以幫助你快速卡住 可是這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就沒辦法再加裝一些 砲管啊之類的了 它可能最多就是單發了 好 那我們來試射一下 齁 我們從各種角度試射好了 先從正面試射給大家看 試射一下 正面 威力還不錯 目前看起來威力還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從側面 設計師給大家看 來喔 縱向射擊 試試看 好 那我們明顯可以發現就是 縱向射擊啊 射速其實比較快 因為瓶蓋是用滾的 瓶蓋用滾的情況的話 射速其實就 會比較快一點 大家再看一次喔 你有沒有發現 瓶蓋用滾的射速會比較快 可是就有一個問題是 你的 準度會降低很多 因為你的瓶蓋是用滾的 等於你攻擊範圍 變成縱向的嘛 縱向的你 攻擊範圍 就會變短啦 其實 你的準度就會降低 你看老爹一直射不到 一直射不到 非常難射 非常非常難射 一個我一直射不到 好了 終於 這準度就要變成要用鍊的 雖然它的速度跟威力可能會增加 但是 你的準度降低的話 其實就 就要用鍊的啦 這樣用鍊的 因為它縱向射擊瓶蓋是這樣 那我們一般 一般橫向射擊瓶蓋 應該是這個樣子出去的 橫向射擊的話 你攻擊範圍會比較大 整整擦了 快兩倍啊 整整擦了一倍啊 攻擊範圍 整整擦了快一倍左右 所以就給大家去衡量一下 我們的 葡萄汽水 我覺得其實 差距差起來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喜歡玩 橫向射擊的瓶蓋人 因為 你縱向射擊 如果你算威力強 威力真的很強 我剛剛看起來威力真的很強 瓶蓋用滾的威力真的很強 可是會有就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是 你的瓶蓋雖然是滾出去了 但是你如果射不到你的目標物的話 其實 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啦 那我們可以發現它 瓶蓋除了射出去以外 它還有增加回旋的效果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才發現了 大家仔細看 看這裡 它這裡是有牙的 有牙 有牙就可以搭配上我們瓶蓋 瓶蓋上面的這些牙 所以瓶蓋出去的時候呢 瓶蓋是迴旋的 是迴旋的出去 所以速度跟威力都會增強 但就是回到我剛才所說的那個問題 速度跟威力算增強了 但它的準度就會降低 因為它攻擊範圍變小了 不像我們橫向瓶蓋 攻擊範圍是蠻大的 整整差了一倍啦 就給大家去 思考一下啦 大家可以搶搶搶 但我個人覺得是蠻強的啦 蠻厲害的啦 但是 不能連射是個問題 然後 瞄準度也是個問題 如果可以增加一些擴充 來提升瞄準度的話就很不錯 不過目前是沒有 縱向的擴充啦 沒有縱向的擴充 可能要等以後官方出吧 OK啦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或來我的粉絲追蹤按讚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底下 留言跟我分享 我自己覺得 很帥啦 好不好 帥氣度 我給80分 帥氣度我給80分 不過實用性的話 實用性可能就沒有來得那麼高啦 我自己覺得 這可能要練啦 好啦 那個今天影片到這裡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在吉利的內容 大家聽到 吃還有 大家聽到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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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